那么从第二章开始呢 就是讲述了咱们这门课程的主要的核心的内容 那么第二章的主要内容 是讲了 弓箭的装甲 与家具的设计 那么弓箭 他的装甲 及其他的家具的设计呢 也是现在知道一种呢 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 那么 咱们刚才讲了 你把它受控车床 受控洗床 家库中心等等这些设备 你怎么样充分发挥它的潜力 提高它呢 制造的性能 产品零件的性能和质量 往往很难程度上呢 去以你的家具的设计 就像咱们说的呢 咱们传统的说的 你能埋起码 还要配起鞍子 那么你用说控机团 有了 你怎么样把这个鞍子给它配好 那么就咱们说呢 类似于咱们说的家具 家具呢 是咱们机械手的工艺权呢 一名重要的课程 重要的实际内容 一本内容 实际上 第二章 第一节的内容 概述 那么 先讲家具的基本概念 这个家具哈 不是咱们说家具的那种家具 你看两个字你看出来了 它是家紧的家 就是咱们把一个产品 一个零件 怎么样定位 加紧 咱用的一个工具 咱们看家具的机品概念 什么概念呢 家具 特子呢 在机床上 用来 加紧工件的 一种装置 它需要家紧之外呢 才要定位的 就是装家 工件嘛 装家 就是定位 安装 加紧的一种装置 就是家具 那么家具 哪些工用呢 对吧 这个家具 咱们说了 是在机床上 用于定位 安装 加紧工件的 所以工件就用零件 它的一种装置 它哪些作用呢 刚才下面定位一下 也都清楚了 一个是 保证 加工质量 使工件 相对于机床 或导具 占据一个呢 正确的位置 那么他意思啊 咱们 打个比方 要加工这个餐皮 这个零件 那么在这个工作台上呢 很大的一个工作台 那么你把这个零件 放到哪一个位置呢 你放到这个地方呢 还得放到这个地方呢 还得放到这个地方呢 那么如果没有家具 怎么办呢 那么工人 只能靠 只能靠杆菊去放 那他放不准呢 那怎么办呢 我做一个家具 那么任何这个零件呢 也要放 就像这个手这个家具 你要放 你必须靠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呢 就是保证 零件呢 在机床 相对于机床和导具呢 占据一个正确的位置 同时呢 保证产品的质量 这是第一个功能 第二个功能呢 是稀高产品的生产率 降低加工程度 我现在说可以建立 稀高产品生产率呢 那么咱们从右边一看 你知道了 刚才说 这个杯子 如果是一个大类 机床工作台 那么你放到这个地方也行 放到这个地方也行 那么你工人 放不准怎么办呢 你得放一放 调调调 放一放 调调调 然后没有家具 那么安装时间很长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是个家具 那个杯子的一放 正好必须靠这个地方 好 就放上了 那啥意思 可以 稀高生产率 对吧 别人工人呢 放的时候 可以一点点放 一点点放 慢慢找 慢慢找 很难找的 找位置 怎么办呢 现在我有家具定位 一放就放 就正好 这个呢 可以稀高生产率 那么稀高生产率 当然是建立成本了 这没什么说的 对吧 由他接触的公司 接触的安装时间 接触的机床呢 那个非加工的时间 就提高了呢 这个加工效率 所以那成本也降低了 第三个特点呢 可以扩大机床的 工艺范围 这个我建筑的一些企业 他买了一些 很多好的受工机床 但是呢 他一些产品的系统 老提不上去 那么 就找我论台 说这个是 是我机床不行啊 我是不是还要买 其他的机床 那么一看 我看他的设备呢 也都要比较好的 一些受工机床 他之后也满足不了 他的产品加工呢 他关键的是呢 他的家具跟不上 所以呢 一个情况下 你要跟这个机床 配好了 核实的家具 可以使他的加工范围 甚至成倍的扩展 我给大家讲了 那么这样呢 你不是要买 咱们说 你买起的码 都是要配起的好的安全性 那么你买起的好的受工机床 要配起的好的家具 才能使他的范围已经扩大 才能呢 提高一些产品 特别是一些 难加工产品质量 第二个 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呢 和第二个特点差不多 那你想就知道了 那么本来工人要装这个工件 很难 他划线 要看 要量 量好才能装到一个位置 那现在有家具 他一放进正好 当然了 工人的劳动全都低了 对吧 安全程度也高了 他靠机床家具定位 你们要开过车床 你看车床 有个师傅装了个零件 装好之后怎么办呢 这么装上 看看跳不跳 跳砸一大 再装砸一大 再装 什么再开着 不跳了 应急了 那么这样的很费时间的 对吧 那么有了家具呢 就没这个问题了 从上一放的 自动订位 自动加紧 所以呢 劳动 工人劳动全都要低了 这个车呢 他的工作环境 安全性 也可靠了 那么如果前面东西呢 咱讲完的根件不太清楚 对吧 这些根件不太清楚 咱们看一个具体例子 你就现在就会说了 看一个例子 你就会说了 咱们看这个家具的组成 用拿鞋 那么打个比方 咱们要做这个呢 这里面有个零件 咱们在这个零件里面呢 就是呢 这个诸如短命的 洗血建潮的这个家具 但是它有哪一块组成了 这是呢 一个定位块 咱们看这里是个定位块 这个微星块 这是呢 一个微星加紧块 这是个偏心手柄 一转 推这个车呢 微星块 自动的加紧到车呢 咱们这个零件 这个里面看到这个圆点件 就在扣中间了 那么定位之后呢 就可以呢 洗血这个潮 这洗这个潮的 那么一个家具的基本组成 那行了 你想要呢 虽然有定位元件 刚才我一想到 家具有定位加紧的功能吗 虽然要有定位元件 那么在哪个地方 定位元件谁呢 就是这个微星块 咱们知道 这个微星块放一个圆点东西 自动进行的 那么这个微星块 它是定位 包括呢 家具呢 包括定位元件 继续装置 在咱们定位元件呢 就是这个微星块 这个呢 包括加紧元件 继续装置 加紧呢 在在那边呢 这边是个微星块 这个加紧的 但是这个微星块呢 这个黄色的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上 有个导向 两个导向杆 这个微星块呢 装到两个导向杆上的 它通过这个托轮轴 这个托轮 在向后转的时候 所以这个托轮 在探紧的左右下 这有个探紧啊 可以看到 到我这个时候 我这边转的时候呢 这个托轮这个托轮呢 就松开 这个压块 在探紧探紧的左右下 这个压紧的微星块呢 就脱开 弓箭就松掉了 就拿掉就行了 然后需要加紧的时候呢 我又搬弄这个手柄 在这方面搬 靠这个托轮呢 来压紧这个下呢 微星块 压到这个零件上去 这就是加紧装置 这边呢 这个黄的是加紧装置 这个这块呢 是第二位装置 那第二位装置 下面呢 就夹具体 我们就想想呢 对吧 还有其呢 对刀元件 什么是对刀元件呢 咱们知道呢 洗这个键槽 这个键槽呢 咱们刀呢 也不能往这边装 也不能向这边装 行路够不够 那怎么办呢 咱们看 非常简单 就这么个意思 打托轮 这个键槽 这个键槽 那个刀呢 刃到里面一对 就算正好 就这一步一条了 不过它是左右 位置 深度 在哪地方 这个同学们可以看 这个六 这个六呢 正好有个板 这个板上行 这个你看到图 这个键槽 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 和咱这个宽度 一致的 这个深度 和它深度一致的 那么他意思啊 咱们挑成刀具的时候 那么底部 和这个对刀块 对齐 侧面和那边 一靠好之后呢 咱们这个 就不用再对刀了 那否则 没有这个对刀块 怎么办呢 那么在故事 似乎 洗一个看一看 漂亮了 还正了 再洗一看 漂亮了 正了 不用了 那么刀具 只要对到这个 咱们这个对刀 块的 和口中间 正好 它的 侧面方向 和身体方向 对好了 那么这个软件呢 骑过去 就正好是这个键槽 它的位置和身体都一样的 那么第四个呢 还有些连接元件 刚才说了 定位啊 加紧啊 对刀啊 这些定位啊 加紧对刀 它不能孤立的 怎么把它连在一块呢 就靠 螺栓 定位销 把这些线定位起来 对吧 对吧 把它怎么样 组装起来 不能一个固定的 说一个微型块 一个固定的图人 一个固定的对刀块 那不行了 都把它连起来 需要它连接元件 那么第六个呢 接下连接元件 连在哪地方呢 第五点呢 哦 还需要甲具体 那么需要甲具体 那哪个甲具体呢 就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看这个地方 对吧 有个支撑啊 这个支撑就是甲具体 那么一个甲具体组成呢 咱们可以看什么呢 它包括呢 定位元件 主要的 加紧元件 对刀元件 连接元件 和甲具体 第六个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元件 有些装置 有些比较高的 打个比方 需要保护的 防护的 需要防错的 什么防错 我已经放错的位置 它都不可能的 放不下去 这个呢 需要分度的 等等这些东西呢 还包括这些装置 那么打个比方 咱们那个冲床 每年冲东西 它里面有个家具 那么有的呢 冲床不好是呢 每年都冲了人的手 冲不少人的手 那么如果设计一个家具 有良好的保护装置 就是人的手 你怎么来捨不进去 就冲不上手了 对吧 这就看你家具设置的问题了 但是呢 咱们说这个家具呢 前六种 前五条呢 是个关键的要做出来 第六条呢 也比较关键 说出来呢 咱们说的 一些保护措施 也是比较关键的 对吧 咱们下面介绍下呢 家具的分类 二呢 家具实用范围的划分 家具分为几种呢 所以一种是通用家具 通用家具呢 就是你们在工厂里面 可以看到 咱们说的三爪卡盘 就车床的三爪卡盘 四爪卡盘 苹口签 等等 咱们说的 这个胎签老虎 胎签 那个胎签的苹口签等等 这些呢 都是通用家具 那么还有呢 专用家具 什么专用家具 他意思呢 他们很容易理解 他说 专为某一个工件制定的家具 那么刚才在上面的家具呢 他说 他的通用家具呢 多少零物件都可以在上面装 这把满路要求都能装 那么这个呢 专用家具呢 就是为某一个零件 来专用射击的家具 去了 这个零件之外呢 这个家具是不能用的 这就是专用家具 还有呢 还有呢 第三个呢 通用可调整的家具 即呢 称属家具 那么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这些家具的元器件 就是它的定位和导线元件呢 可以互换 就是定位元件 导线元件可以互换 可以通过调整 来满足不同的元件的加工要求 就是它的定位元件呢 或者加紧元件呢 通过调整它的位置 可以满足不同尺寸 不同行动零件的要求 有一次呢 它这个加紧板啊 它这个定位板啊 定位件件啊 可以来几个元件的 这个几个家具的车位块 充许合同一个新的家具 也可以组成 这就是呢 调整和组成寸度家具 第四种家具呢 就是组合家具 组合家具呢 它是呢 有一套预前制定好的 标准的元件组成 根据工业要求呢 组合成各种专用家具 可以呢 它做出一些标准的 加紧一块 定位一块 等等 以及呢 一些标准的家具体 还有这个呢 连接件 那么当需要加工一个零件的时候 它组装出了一个零件 这个零件不需要加工了 可以把它测掉 然后呢 再组装成另外的家具 就是组合家具 你看一下 就是 它这个零件呢 就和它小孩的 玩那个寄木一样 哎 我需要寄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就寄 不需要寄的把它刺开 再需要另外一个形状 再把它寄出来 那啥意思 就这个东西家具呢 实用性强 对吧 实用性比较强 像咱们前面讲的 这种家具 自动加工这个零件 这个零件不加工了 就不能用了 其他就不能用了 第五个呢 还有那种家具呢 叫随形家具 什么叫随形家具呢 咱们那个自动化生产线 自动化生产线 这个零件 它自动化生产线 从这头 走到另外那里头 变成产品出来 那么它需要呢 跟随着家具来走 讲到第一道工序 讲完了 随着家具呢 到第二道工序 然后呢 随着工序到第三道工序 第一道工序等等 那么家具呢 随着生产线来走 自动化生产线 这叫随形家具 那么咱们看这些家具 这些通用家具 像三角砍盘 这个池床主砖有 四角砍盘呢 池床呢也有 有的池床呢 那家具上是安装一些非元件的 咱们三角砍盘是加工元件的 非元件呢有四角砍盘 还有呢 万象屏口钳 这客户的地方家具念的 那么还有呢 挥转工作台 还有呢 咱们说的呢 肥肉头 等等 这些上是标准的通用家具 这个是不用设计的 都买的现成的 专用专业厂家存产 专用专业厂家存产 那么专用家具呢 是要自己设计 自己制造的 这是同用家具的概念 那么这种是组合家具 咱们看 朋友们看这个家具 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么在 装家制造一些 复杂的一页的时候 这个黄的手工件 复杂的一页家具怎么办呢 我可以办这些家具体呢 组合起来组合成 适应这个黄的内建 加工的要求 然后这个黄的内建 加工完了 不用了 结果再也不用了 或者以后 或者呢 好长长时间不用了 怎么办 可以被这家具撤下来 重新组装成 另外一个产品内建的家具 来用 组合家具 那么家具呢 如果在C5要求来分呢 它分为呢 转重家具 洗床家具 车床家具 和磨床家具 等等 那当然了 你躺床家具 就是躺床家具 根据C5来分 按它那个加锦铃来分呢 加锦铃来源来分呢 分为呢 手动家具 它意思啊 这个加锦铃 全个手 你用搬手 或者手呢 你用搬 你用这个螺栓 或者手呢 搬动这个偏心轮 或者加锦结构等等 这是咱们手动家具 那么还有呢 气动家具 车床家具 靠气压 气缸 它的推进力作用 来加锦 还有呢 液压家具 液压家具呢 刚才说咱们呢 手动家具呢 手动家具呢 气动家具呢 都靠气动家具 那么液动家具呢 就是靠液压家具 还有呢 真空家具 那么真空家具 它意思呢 情况真空的吸附 都用来吸住了一个工具 还有一些呢 一些电动家具 电动家具呢 那个呢 电视靠电视离锡盒的 等等等等 很多的 那么这个呢 是系统火箭 刚刚那个火箭呢 上面的火箭 你们可以看一下了 这个火箭呢 是靠你手来 把动这个地方来 来加进的 对吧 靠你手把动这个 楼栓杆杆 这楼栓杆通过呢 这个磁杠 推动这个滑块 来加进这个工具 那么这个液压呢 就是靠气动 来加进两个滑块 加进工具 还有一种加进的 来加进的 通过加进力 来加进那个零件 就液压的作用 推动这个 这个咱们 加进的 加进板 来加进那个零件 这地方也可以看到 是液动加进 加局 那么下面咱们介绍呢 工件的庄家 庄家的含义 又称为安装 它包括呢 定位和加进 两部分内容 装和加嘛 庄家 庄呢 就是安装定位 加呢 就是加进 第二位 怎么说呢 你加工啊 你是产品 是这个零部件 要在机床上 占据一个正确的位置 就说占据一个正确位置 必须是唯一的 这个正确位置 一定是唯一的 没有第二种条件 可以选择 那么这个正确的位置 怎么办呢 是靠你的家具来定的 那么 建位就是 就是这个工件 在机床上 占据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就是定位 加紧呢 光定上位了不行 打个比方 加工那个零件 以后把它一放 定上位了 既然位了 你不加紧 咱们刀一次劲呢 一次削呢 怎么办 一切削这个被子就跑了 或者倒了 这不行了 怎么办呢 还要加紧 保证我 加工过程中 你这个被子 或者这个零件 不能动 不但要占据一个正确位置 同时呢 保证你这个零件 不能动 那就要加紧 那他意思 就是定位之后 我要加紧这个零件 使我7月过程中 这个零件不能动 那么咱们看工件的 装加方法 这样咱们 对这种家具 应该有个 大体的主要认识了 实际上 我刚才来来 后来签了一句话 就是定位 加紧 两大功能 那么看工件的装甲方法 工件的装甲方法 有好几种 一个是直接导正法 直接导正法 就是没有加剧的 咱们可以看看 什么是直接导正法 打个比方 你们在工厂里 看过那个师傅 开车床的 他把这个 这个零件放到咱们 这个三大卡帕上了 加紧 加紧完之后呢 他发现这个东西呢 核展的这个 救援界的互战中心线 核展的三大卡帕 互战中心线 是不是通转 你看那个师傅 怎么办呢 装一装敲一敲 有的敲敲这个 车面 有的敲敲端面 就是找正法 那怎么办呢 有的突然 有的师傅呢 眼睛好还行 有的精度很高 靠眼睛不行了 靠啥靠 靠标 这是个白黑苗 靠这千黑苗 这边呢 是达轴向调动度 这边是达呢 镜向调动度 这是达的镜向调动度 镜向 就是半径反应的 这是拿轴向 这个反应调动度 是 咱们加装的工件 把这工件装的呢 这个中间是加工的连键 这边安装 什么时间满足 咱的镜向调动 和轴向调动度 都在范围之内 都在咱修的范围之内 然后就加紧工件 在干活 那么这样咱们看着 全客工人是否 用表来早证 早证好了 这专家 这就是直接早证法 直接早证法 有什么问题 你看也知道了 早证的精度比较高 但是效率非常低 它的精度可以比较高 用表来回早吗 它的效率很低 对工人的水平就很高 你的二级工 和一个八级工 那是差别很大的 一个是效率低 另外一个呢 对工人水平就高 这是直接早证法的一个特点 还有呢 画线早证法 画线早证法 刚才说了 怎么说 有的同学说 你这个车上有三招卡帆 怎么还四招卡帆呢 四招卡帆 你看也看出了 啥意思啊 打个比方 咱在四招卡帆上 就躺这个孔 那么这个零件呢 这个四招卡帆 这个零件呢 它不是圆的 它三招卡帆不能加的 那四招来找肉 怎么找呢 对吧 那么咱们开始呢 先在这个零件的端面上 画个线 你看到 这条红线 这条红线 就是 在这个零件的表面 在安装之前 先画一条线 这条线 这条线 那么到四招卡帆之后呢 就挑 来回挑成了四个招 一二三四 保证上下招 才呢 要对准 上下招的中心 要对准这个中心 这个红线 水平招 或者所有两个招的中心呢 要对准这个中心 对准之后加紧 才能保证 咱们这个圆孔的中心 和咱们这个卡帆中心呢 是同楼的 这就是画线造成法 这个东西呢 你看看呢 也是黑配件的 这么黑配件 你得先画线 再慢慢的 确认了一个一个的枣 来对准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呢 精度不高 效率较低 多用于了一些形状 比较复杂的一些 的柱间的架固 这种方法呢 就是画线造成法呢 就是精度也不高 效率呢 也比较低 就一些形状复杂的 建立加工呢 可以用它这种方法 那么下面第三种呢 就是家具装夹发 这是咱们的重点 前面这两个呢 都不是重点 咱们说了 有了家具呢 之后呢 得工人的安装水平 技术水平 是有了家具装复杂的 这产品质量 它的性能也容易保证 那什么是个家具装复发呢 咱们看看 打个比方 咱们要用轨尺机上 来轨上这个磁锅 那怎么装复呢 这是一个什么呢 定位面 这是一个定位面 这是一个新轴 那么咱们把需要轨的 这个磁锅猫胚 这些放上来 再放一个格套 再放一个磁锅猫胚 发生什么 你看 它是以磁锅的端面 和内孔定位 再一次呢 加过两个磁锅 所以一次再加个格套 再转个磁锅 然后呢 用一个压板 压到磁锅屁上 这个磁锅猫胚上 对吧 压之后呢 再靠磁锅 拧紧 拧紧之后呢 就把这个零件呢 这两个磁锅配的 就加紧了 然后呢 就可以在 轨子机上直接轨了 那么这个情况 给刚才两个 咱们是直接走动发 和换下走动发 咱们先看看相比 有什么好处啊 它只要把这两个 它猫胚啊 向里面一放 它什么定位呢 是靠谁定位呢 特别人一看出来 是靠这个 心中 和这个呢 断面 就把这个磁锅配的一个地方了 对吧 一个磁锅配 正将将加各套上 我到几次